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可以上散粉定妆啦 因为Lolita的妆容都会比较精致 所以要用到阴影去修饰一下脸型 在眼角大C区 小长腮红要比一长腮红下手更狠哟 然后把高光涂在颧骨 让我的苹果肌看起来更加饱满 不要忘记鼻梁也轻轻扫一下哟 眉毛部分注意先找到自己的眉头 眉峰和眉尾的位置 这样才能画出更适合自己脸型的眉毛 扁眉膏的作用是短时间的改变眉毛颜色 使整个面部的色调更为和谐统一 所以我也回加上一点 让整个眉毛看起来更自然 眼影我会先用棕色色的眼影打底 然后以粉色为主色调 这样看起来会更加可爱 上次易打老师教我 为了让妆容在舞台上达到更好的效果 我这次会大胆的加宽和加长眼线 压着人的睫毛都是比较短的 所以我先把睫毛夹翘 再去涂睫毛膏 记得要从根部往上Z字形涂上去哦 因为是万圣节 所以我会选择一款哑光的豆沙色唇釉 因为万圣节妆容比较特殊 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化妆师来帮忙 下面有请妞妞老师 哈喽大家好 我是妞妞 很高兴这次能来参加不得了化妆间这个节目 我们会先用淡粉色铺满它的整个眼窝 然后再用偏浆果色的粉色系眼影 去打造它的阴影部分 最后再用深棕色的眼影去勾勒它整个线条 睫毛部分我们使用了白色的睫毛膏 眼线部分我们为了配合眼妆 同样使用了粉色系的眼线液笔 腮红部分我们使用棕粉色打底 大面积的熨染 最后用浆果色的腮红去小部分熨染它的眼下部分 打造出万圣节主题的定胶效果 唇部我们先使用了浅豆沙色的口红 铺满它整个唇部 将它的唇部线条再往外延伸一部分 然后使用深浆果色的口红从嘴唇中央开始蔓延到唇部线条 制造出渐变的效果 最后我们再使用金粉色偏光的高光液 提亮它的上唇唇风线条和它的下唇中央部分 达到出梦幻的少女效果 亮片部分 我们先使用了小的亮片作为大水钻的衔接 在亮片后使用大水钻点缀整个妆面 根据个人的平衡感选择不同的水钻贴在眼下部分 增加整个妆面的华丽感 这次的造型就完成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